现在是准备挤骆驼奶 还要把这个拿根绳子 把骆驼的一个腿绑住 不要让骆驼走 然后让这个小骆驼 看见 去 先喝上两口 让这个 骆驼 把奶水给 下着了 现在小骆驼的人在喝奶 还有一条腿是绑住的 小骆驼坐上一点点就可以进来了 师傅说让我稍微离远一点 那别把骆驼吓到 小骆驼赶走了 小骆驼走了以后呢 哇 小骆驼 小骆驼 看不见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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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嗯 嗯 小小小一过来看奶奶奶 没了没了 你想吃我的馅鸡 一个一个换 这好像一口气也提不了多少 想把那个腿给它松开了 它也可以走了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见 这样子搞的 对对对 这样子又放一只小的进去 它一次性只放一只小的进去 然后把那个白色的大骆驼 腿也给绑住了 现在走不了路了 然后让这个先去吃 哦 这个钓鱼 有点意思 我们到那边去看 这是钓鱼的 有可能是 可能是打骆驼的 不是钓鱼的 稍微离远一点 稍微离远一点 不要把骆驼吓到了 这会第一次见这个 过一会吃上两口 还是奶水通了以后好像就要人挤了 好了 把小骆驼赶走 让人赶紧的过来挤一下 应该不会全挤完的 你看那只小骆驼还在吃奶呢 这么大了还吃奶 这骆驼长得比我的狗很小骆驼 谁生下来还不是个宝宝 这农场生了七八只小奶狗 看到了吧 全都存活下来了 好像生了七只 鸡蛋 这应该是它扔了不要的 应该是坏了 两个 一个不是火鸡蛋 就是额蛋 这个你看 放在这儿的 应该是不要了的 没起来 说不定哪天它就 扶不出来了 那应该不可能 可能已经是坏了的 小狗的 喝水的地 这还有一堆小狗 这个农场真的什么都养了 养了一些鸡 这是第三只母骆驼的马 这养骆驼在沙漠 在沙特 算是一枚不错的生意 因为骆驼真的好贵 你还养好的 如果说是那种 特别好的品种 一只都好多钱 像这个骆驼就是一万八里二一只 大的大的大的 听说有的 转的帅一点的品种 好几万 几十万都有 这个新鲜的骆驼奶 人能喝吗 直接这样子 直接喝 人喝 不一定受得了 可以吗 有这种人 因为我们要找一个小狗 到这个前面 我们要找一个小狗 看 我们要找一个小狗 我们要找一个小狗 摆驼 这是牧草了 这草特别贵 现在涨价了 说这一捆草要70厘二 这骆驼一天要吃两捆草 还有羊啊什么的 羊这些东西真的蛮费的 这个有很多的羊 你们别跑啊 来来来开会了开会了啊 哪个是管事的 站出来说句话 这个羊 你看这个品种看到了吧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耳朵你看看看 是不是跟中国的羊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阿拉伯人的高端品种 那么这一只羊 这黑色的羊 一只一只一只 记住是一只 要差不多2000里亚尔 2000里亚尔 哇这都吃不起 这都是开摘节给土豪吃的 这样挖你们头好吃 又带脚 耳朵又大 嗨 嗨 你看这些羊蛮值钱的 你看那边是小羊 小羊糕 看到吗 分开饲养的 一只2000啊 差不多人民币 我看一下多少钱 3600 3600一只 要是有1万只 3600 这只羊胆子好大呀 你想干嘛 你看它的耳朵 过一会我再问一下 具体是什么品种 2000里亚尔一只 2000里亚尔一只 2000里亚尔 这很大紧的是 有钱人吃的羊肉 都过来了 这羊肉还蛮胆子大的 地方有个 估计有个200 200只 要有1000只 就厉害了 不说一万只了 1000只 365万 人民币 人民币 这是活动板房 员工宿舍的区域 现在就直接能喝了吗 就这么喝呀 生的呀 那就生的喝呀 直接生的 那我们家里的小孩喝奶 他还拿出来煮一煮喝吧 不是啊 重点是这儿人能扛得住啊 我都一直喝了 一喝好酒 他的大碗给我 你知道吧 你知道你不好喝小碗 来来来 干嘛这碗骆驼奶 来 你先喝 哇 你也能喝啊 大口喝 对不起 你对这甜蜜很好 哎 你别说 还带点这个骆驼的体温 溫的 说实话 跟牛奶 感觉差不多呀 不烂 不烂 烂 烂 好 好喝吧 杀他人去四个老婆去喝这个东西 主要是他们有钱 这不是喝这个的原因 主要是还是有钱 你知道我们 上次我们买的 可能也是这么一点 三十沙币 这一袋三十沙币 还是自己骆驼好 我们自个儿骆驼 这个骆驼 它每天都能产奶吗 每天都能挤是吧 对 那厉害啊 我们打包带上一些 这是鸡蛋是吧 刚弄的 鸡蛋为什么这么小 没有鸡蛋 这鸡蛋 50多 五六十元门币是没的 这边啊 五六十元门币 对啊 嗯 对 对 还要再来一碗 那那就厉害了 你的小骆驼力气还大 呵呵呵 嗯 嗯 这那个好东西 六十奶 一个一个生一个嘛 那个白色的小骆驼 现在几个月大 三个月 四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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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他多久能结婚 八个月 八个月就能结婚了 不到一岁就直接结婚 当妈 可以 嗯 可以 然后 那意思就是 如果说到明年 差不多 如果五只骆驼 一人带下一只小骆驼 你的骆驼就成了十只 十一只 十一只 对 一只一万多 对啊 你一下 大的一万包啊 你的投资可以啊 十二十万 你要是有个一百头骆驼 一百多万 那这几只骆驼 一个月的三千七 沙币 那个草 草 主要是草 很贵的 对啊 你要是真的有一个一百只骆驼 如果一天光吃一个月光吃草 会得花一万 如果自己养骆驼 一万 不止啊 两万 不是啊 自己养骆驼就自己搞农场 这样子养 哦 就 如果说那个草能种活就好一点 对自己搞农场养 对 不要这样走 这是门不错的生意 多的还有 挺多的 这么多骆驼奶 还得干嘛 哩 羊奶 这是羊奶 羊奶吗 嗯 它有骆驼奶有羊奶 我叫做日本的客人 对 没事 人哪也可以 它都是每天挤着 给这个 给他们攒着 嗯 上次来 阿里早一点过来 全部都喝光了 新鲜 可以送到这桌上 嗯 可以送成冰块了 就是我们不是有时候看那个沙特人吃饭是吃整只骆驼吗 对 就是用四五个月大的 就像这么大的小骆驼是吧 太大的吃不了 哦 那一只小骆驼现在卖多少钱呢 6800块钱 6000块钱 就差不多五六千 6千里压是吧 四千到六千 6千里压差不多人民币要一万二 哦 不一万一 难怪沙特人吃一顿骆驼餐 要花了一两万块钱呢 我昨天吃那 去那里那个人杀了一只羊 杀了一只羊 也很好 不是 你潜舔 潜舔 潜舔 这都感觉有十几公斤了 这么大的袋子 四袋子 哦 这都是这 哇 哼了骆驼来 走路都有劲了 呵呵 力气都变大了 鸡蛋也有 呵呵呵 哎 把这个鸡蛋可以放在这儿冰敷上 等一等会 等会 会坏掉 十几 不是 十几 十几公斤 站一下 等会坏掉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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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